记者林家东基隆报道,张姓瓦斯钢瓶送货源, 骑车撞伤郑姓骑士,连后载瓦斯钢瓶都撞到泄气, 但他仍选择赵陶,还坚称没撞到人。 基隆地院重判他一年徒刑,张连忙拿五万元与郑和解, 财货缓刑机会。 判决指出,张姓男子今年一月间某日上午时失去, 骑车后载瓦斯钢瓶送货途中,沿基隆是小二路, 骑到小二路口时,与右前方正姓骑士的机车发生碰撞。 正倒得后,又宽步,又膝部挫伤,又膝部开放性伤口, 张富载瓦斯钢瓶也因此冲撞力太大, 造成瓦斯钢瓶气体外泻。 张召事后,逃离现场, 为报案将受伤的郑南宋一检警掉阅路口监视器, 查出张南昭氏逃逸,张却辩称, 事发时,只感觉到瓦斯同口碰一声, 不知道跟人发生碰撞, 被检方依照氏逃逸罪嫌喜俗。 法院审理时,摊开监视器等事证, 认为张是此狡辩,毫无悔意, 要重判张一年张,张才连忙坦承赵陶, 愿意赔正五万元,并与正和解。